两个脑洞极大的科幻故事 第一个 复仇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没人能预料到会出现这种事 某个晚上正在观测天空的科学家突然大喊 快看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呀 不就是飞来一群天鹅吗 事情可远没有他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其实是有一大堆人类从未见过的宇宙飞船 正在朝着地球进发 巨大的混乱瞬间传遍了全世界 糟了 这是侵略吗 很多人惊呼起来 这并非理性思考的结果 而是一种直觉 不过仍有几个人在坚持说 不要慌 说不定他们是外星友好使节呢 这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 而找得牵强的理由 果不其然 随着宇宙飞船接连降落在地球各地 人们最坏的担心开始应验了起来 舱门一开 外星人立刻就从船里跳了出来 虽然他们的身形跟地球人差不多 可表情中却充满了憎恶 仿佛闯进仇人家报仇血恨一样 他们立刻就挥起了手中不知名的武器 他们每次挥起武器 武器的前端就会迸发出一股耀眼的白痴火焰 把附近的草木和建筑瞬间稍微挥进 周围的人群也无法幸免 人们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来不及 就已经蒸发得无影无踪了 人类进行了短暂的抵抗 各种战机和导弹 不断投入到这场惨烈的战斗 可大家很快就发现一切努力都没用 在白痴火焰的攻击下 大部分枪弹在还没有靠近对方时 就已经被击落 即使有少数位被击落 可在强电磁波的干扰下 也全变成了哑弹 这根本就不行啊 停止攻击吧 对 我们放弃攻击 投降吧 后来人们放弃了攻击 可那些家伙的疯狂举动毫未收敛 他们仍一条街接着一条街的杀路 见什么就烧什么 横冲直撞 科学家和语言学家们也在积极破译着他们的语言 直到几天后 大概摸清对方的语言模式后 人类向他们发出了第一句对话 你们是从哪来的 遥形 怎么 有一件吗 不不 我们没意见 不过 你们不觉得这样做 有点太过分了吗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是我们的祖先 惹恼你们了吗 谁认识你们的破祖先啊 我们就是看不惯这颗星球 所以来找茬 你们就发发善心 放我们一马吧 至少你们也得把你们来地球的目的告诉我们呀 闭嘴 懒得理你们 不服就来打呀 外星人游言不尽 他们到处在毁灭 噩梦般的光景仍在继续 抵抗会被杀死 可老老实实待着照样会被杀死 人们只能拼命逃窜 人口在不断减少 主要城市一座接着一座变成废墟 绿山变成了秃山 富饶的田地也被烧得一片金光 不过就在人们绝望地以为这场杀戮不会停止的时候 这段地狱般的时代 却突然结束了 人们猜想 大概是那些家伙们 玩腻了吧 怎么样 服了吧 想报仇的话 有种就来遥行找我们呀 外星人撂下这句狠话 然后钻进宇宙飞船 编队离去 幸存下来的人们呆呆地目送着他们 人们六神无主地在荒废的土地上瞎转了半天 呢喃着含混不清的话 不过 人类并未失去全部信念 虽说地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可毕竟拥有过灿烂的文化 人们还是一点点找回了重新站起来的力气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吧 任何时代都会有灾难的 顶多 再重建就是了 于是 人们努力地去清理废墟 平整土地 再次在大地上建起了高楼大厦 拼命提高着生活水平 可在努力的同时 人们的心里仍有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摇星上的那些家伙们 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 宇宙绝不会允许这种家伙的存在 恶管满营的摇星 一到夜里 人们就在浩瀚的星海中寻找摇星 用仇恨的目光去怒视它 可就算这样又有什么用处呢 摇星仍在一眨一眨 仿佛在嘲讽说 有本事来打我呀 人们下定决心无论用什么方式 无论花多少岁月也要报仇雪恨 所有的人类都同仇敌开 为了实现复仇的目标 再苦再累的工作 大家也都能忍耐 老人们临终的遗言是 报仇雪恨 刚落地的孩子 听到的第一句话也是 报仇雪恨 在这句口号的激励下 人类的复兴取得了长足进展 因为现在的发展方式 已不像从前那样 充满尔虞我诈 所以发展速度尤其快 不久 人们就把社会水平恢复到了 被毁钱的状态 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更加发达的社会 就这样 复仇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人类一切努力的结晶 巨大的宇宙飞船群在朝阳下 威武地排列在机场上 飞船上配备了穷击一切科学结晶的 尖端武器 船员们 拜托你们了 大仇不报 誓死不归 在嘹亮的口号声中 宇宙飞船一艘艘起飞 组成编队 消失在了天空中 飞船肩负着人们的期待 离开地球 在黑暗的空间 开始了长途旅行 报告 我们就要接近遥星了 这一次 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宇宙飞船一面 用无线电保持着联络 一面一艘接着一艘 在遥星上尝试着着陆 可不知为何 他们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奇怪呀 这也太容易了吧 难道那些家伙们 仍在高枕无忧地睡大觉 管他呢 傻 横眉立目的人类船员们冲出飞船 肆意地把炮弹射向周围 可就在这时 船员们发现事情不对劲 当看到遥星人正惨叫着四处逃窜时 大家这才吃惊地发现 这些人跟曾经蹂躏地球的那些家伙 根本一点都不像 糟了 我们让那群畜生给耍了 可是 常年积攒的仇恨 再加上被骗的懊恼 只靠锤凿族 是根本无法发泄的 船员们除了咆哮着攻击 没有抵抗能力的遥星人 除了毁灭城市和街道之外 再也找不到其他发泄郁闷的方式 不用说 当船员们撤走的时候 也是随便指了指天空的某个方向 怒吼着说 活该你们 我们就是 古拉星上的人 想报仇的话 来打我们呀 我们随时奉陪 一个神经分裂症患者 人生变幻莫测 人们命运的转折点在何处 这是每个人都难以预料的 我的命运的转折点 是当我在公司里的工作结束后 漫步精心地休息时间 也许是由于紧张地 神经松弛下来的缘故 我突然想起了几年前 所犯的一个过失 那是由于工作时注意力不集中 把电脑上一份订单的数字给写错了 给公司带来不可必要的损失 虽然不是重大损失 并且从此以后 我的工作一直干得很出色 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了 无论是谁 都早已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我就是忘不掉那件事 头脑里总像是有什么事情牵挂着 这是为什么呢 我苦思冥想 最后终于想起来了 公司里有一个 从不忘记别人过失的家伙 这个可恶的家伙 记性特别好 不管是别人多么微不足道的小过失 这个家伙绝对不会忘记 他就是监控计算机 无论什么事情都能毫无遗漏地进入下来 等到将来要讨论关于我升职加薪的问题时 领导们首先会去查阅计算机里的有关资料 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 可这对我来说就大难临头了 到那个时候那台计算机一定会把我的过失告诉给他们吧 然后领导们会回想起这件事 并且大概率会说出这样的话 这样说来是确有其事咯 那么你升职加薪的事情 我们还得再考虑一下 看来升职加薪是不会有什么希望的了 我对那次过失做了深刻的反省 正在加倍努力地工作 尽量不再重犯那样的过失 可是冷酷无情的计算机 是专门记录各种过失的 因此 每逢公司里人事变动的时候 这台计算机都会忠实地向上级报告我的过失 看来我染上了这个污点之后 永远也别想再翻身了 尤其是最近我的工资连一分钱也没有增加过 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 事情越想越糟糕 我开始觉得前途黯淡希望渺茫 陷入了悲观绝望之中 就从这一天开始 我的神经开始有点失常了 再也无法专心工作了 不管我多么努力地克制自己 竭力不去想那件倒霉的事情 但那台可恶的计算机 却总是浮现在我脑海里 如果记录过失的是个普通人 他不久之后便会把过失忘掉 并且可以用努力工作将过失抵消掉 可对计算机来说 过失就是不折不扣的过失 即使过了若干年以后 他仍然记忆犹新 这不是存心刁难人 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一连好几天我都忧心忡忡愁眉苦脸 有一天我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 是否可以向上级提出申请 要求把那个过失的记载记录 从计算机里清除掉呢 如果能够办到的话 我今后一定会心情开朗 对生活充满信心的 可是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说不定上级也会把这件事情 进入到档案上去 并且这份档案资料 会再一次被储存起来 这样一来 今后提升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上级将会据此做出如下判断 那个家伙曾经提出过申请 要求把以前的过失记录消除掉 这种性格的人 是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的 我该怎么办呢 照现在这样下去的话 我的前途将一片黑暗 我曾经想过 不如换一家公司 反正到哪儿都是一样的工作 可这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要想在其他公司就业 该公司势必会提出要求 希望了解我以前的工作经历 得到有关的档案材料 无论哪个公司 都是一样的 我根本就无法逃脱计算机的监控 一辈子都逃不出这个家伙的魔掌 而且这个可恶的计算机 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怜悯和同情 无论怎样苦苦哀求 它都一概不加理睬 可是事情还不至于 落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 我终于下定决心 要用炸弹把这台计算机炸个粉碎 既然这个家伙对我悔恨在心 我就要他的命 可是当我开始着手进行准备之后 才发觉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 公司对这台监控计算机极为重视 把它安放在一间地下室里 并且派人日夜守护 未经总经理允许 谁也不准进入这间地下室 即使能够潜入地下室里 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进行爆破 也许在信息储存器的外面 覆盖着极其牢固的保护层吧 也许还要备份吧 而且万一爆破不成 事情败露的话 计算机一定会把我图谋不轨的行为记录下来 这样一来 自己就得像扶终生苦意似的 任人驱使 永无出头之日 我完全陷入了绝望之中 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开始食欲不振 饭量大大减少 身体开始一天天垮了下来 就连医生也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因为病因不在我的身内 而在那台万恶的计算机 事到如今 只剩下最后的一条道路了 我左思右想 最后想到了绝路上去 这样下去的话 除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外 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往往在这样的情形下 当人们万念俱灰 准备一死了之的时候 突然会想起一个绝妙的主意来的 所谓 山穷水尽一乌路 柳暗花明 又一村 我辞退了在公司里的工作 并且开始办起了自己的事业 就是这家计算机恐惧症疗养院 开办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 社会上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 他们都被监控计算机折磨得 走投无路 苦不堪言 我仅仅是在报纸上 不显眼的角落里 登了一则小广告 马上就有不计其数的人 争先恐后地蜂拥而至 前来报名 当初我也深受其苦 所以完全能够了解这些计算机 恐惧症患者们的心情 由于这个原因 患者们都真心诚意地信赖我 这就是我所做的生意 我充分地利用这种信赖 让患者们自己担任这个疗养院的工作人员 由于这里没有任何使人提心吊胆的监控设备 所以大家都像是绝地逢生似的精神百倍 与过去那种萎靡不振 垂头丧气的神态判若两人 在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之下 大家都认认真真地为我工作着 看着这番动人的景象 我深深地感到了助人为乐的愉快 也许有人会认为 照这样下去疗养院里将会变得全是工作人员 而没有什么患者了 可他们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社会上有的是这类高科技产物的恐惧症患者 在世界关注不到的角落里 在社会意识不到的群体中 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下 那些渴望到疗养院的人将有增无减 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也许疗养院将永远生一星龙 前途无量吧 以上两个故事均出自《星星一》之手 作者生前写过大量的微型小说 不少作品被当作科幻独物来出版 其中未出来这样的作品 已经入选了八年级人教版语文教材 今天这两篇作品均来自粉丝的推荐 虽然内容短小精悍 却充满了大道至简的哲理性 感谢你们的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